好了 有些人病的時候 躺在床裏就百無聊賴 譬如 進了醫院 或自己的家病 用心想這樣做或者很痛 很痛 我鼓勵大家無論是有病沒病也好 當你有空 睡在床裏就沒有人做 你就不斷地去感謝神 不斷地好像心靈飛去耶穌那裡 耶穌 你真好 感謝天賦 當你多做這樣的時候 神可以帶領你 感動你 指示你 和你講說話 或者見到異象異夢 有些人可以這樣 有些經歷 我最近都 有人跟我說 又是見到異象 這些經歷 其實都有不同的人 都有這樣的經歷 所以當我們 第一 比如你煮飯 洗碗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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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時間是不要浪費了 感謝天賦 感謝天賦 就算心裡喜歡神 我喜歡神已經是 已經在祈禱的了 心喜悅神 神已經喜歡的了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 而 時時有的心態 尤其是到臨終 臨終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我來說 我會有這樣的心態的 第一 我就很想快點去 見到耶穌 見到天堂 第二 我很想祝福周圍的 譬如有誰來到我 你記得一路奇蹤到最後 或者你按照我身上 或者當聖靈接我的時候 可能你經歷很大的能力 你身上都沒有力 你按照我身上 可能聖靈來到 十五分鐘你經歷電流一樣 神的愛充滿你 或者你即時見到異象 見到天使都沒有力 或者我一見到 我快點告訴別人 麻煩你給我攝錄 我在這裡我見到耶穌 我最後見到耶穌 我一生的心願 現在未上到天狼 我已經見到耶穌 或者那時再見到的嗎 我曾經有聽過人說 就好像以前那些 五位徒師徒 即信道的時候 有些好像被鞠死 有些是被 一般人能夠忍受 鞠虛的痛苦 所以我聽過有人說 因為天父愛不我們 有些關係愛他的兒女 所以在我們 逼迫死的時候 可能神會將我們靈魂先接走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你再說最後一句 人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我們要面臨這麼大的痛苦 要鋸開的時候 神可能會將我們靈魂先接走 然後 先鋸開 那這個 你就可以 求神去祖章你接走 譬如祂一開始靈魂 那你說 神啊 接我靈魂 我亦都有作見證 跟那些人說 耶穌是很真神的 耶穌愛你的 雖然你現在靈魂我 不過我也是會 我也是會祝福你 求耶穌拯救你 這樣 有了 耶穌接我靈魂 接著 祂一開始靈魂 咦 這麼快死了 嚇死了 是嚇死了 怎麼會這樣呢 有點痛苦 因為的確是會有 迫白有折磨 其實現在的人折磨 是可以有很多方法 第一就是肉身的折磨 第二他打針都不知道什麼針 有些呢 有些會這樣 有些會打針 令到你根本神戰迷惑 是啊 那這樣的情況呢 你就不需要負責你的生命 譬如你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但是你幾輕微的 有小知覺 祂叫你不反應耶穌 好輕微也好 不反應耶穌 就想著耶穌呢 你就會有力量 反應耶穌 可能有時候有些人呢 是可以很大的痛苦 有些人有時候想到一些事情 是很殘忍的 但是呢 我總是相信 神你一定祝福的 而這個至暫至興的苦錯 要我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那你一直在受苦的時候 你都一直 神啊 給我力量 讓我面對 面對 其實 越在迫白 我們越經歷到神的 奇異的幫助 或者聲音 或者能力 或者是 沒有痛苦 這些都可以發生的事 那譬如 斯提反 第一個殉道的人 他臨死呢 是面貌 好像天使一樣 好像 有些像摩西 那樣發光 那所以這個 就算他是死了 但是呢 他這個都是榮的神的 OK 是 可以 神聽到他未必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你有這個心不是一定錯 不過有些人是逃避 有些人是嚮往神 無論怎樣也好 有個生活是立到神的 神都會喜悅的 但是呢 就不要哪一種情況 譬如有些人就是 罵完膠 離婚 接著神你接我靈魂 那種人是逃避 如果你是病痛的 你求神接你的靈魂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又不要說快點 神為什麼這麼久都未來的 快點快點快點 我現在想快點快點死了 就是你又不用這樣跟神講 因為神知道了 總是相信神知道了 我們可不可以為一個臨終 即快死很辛苦的病人 去祈禱求神做這些接對呢 如果他願意可以的 譬如他病得很緊要 他覺得他生存也不能有什麼意義 而他都是說 我現在很辛苦了 他表達了 你就不要問他 你不要問他 為什麼呢 有些人喜歡聽到 你想我快點死吧 我沒有為你 他想 他想 他表達了 你說我們為你祈禱這件事好不好 可以的 這個好 可能這也是一個傳福音的藉口 因為他都很辛苦 如果一個人還沒信耶穌 那你是 可以的 你可以的 不過你都說 你要先信耶穌 那靈魂就去天堂那裡了 是一個藉口 而且都是很好的一個結局 可以的 可以的 不過這樣的情況 我們都一定幫他清楚悔改認罪 就是說那些罪 你清了認罪 真身悔改的重要性 讓他知道 多久 聽到 明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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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